未来法权寺也希望能够见识安生 同时还要红法立生 天岳山法权寺办理新建计划 以见识安生、红法立生作为终止 这里是高雄市天岳山法权寺 我们今天举办新办事业计划 新建工程上梁仪式 主要是因为我们是新建试验 是一个公众行修的地方 我是负责管理十方要监现新建的基金 也就是说 让各位了解到说 目前新建的过程已经到这个阶段 有一种告知的含义 另外就是说因为开工到现在 工作人员很辛苦的一个付出 能够让工程顺利到这个阶段 我们也祈求说上梁仪式之后 整个的装修过程能够顺利 完工的日期我们法令是给一年的期限 所以如我们有预计整个天气不受影响的话 会在年底就整个能够看到完成的一个阶段 其实法权寺它是成立在80年6月1号登记的 那当时出发心的基事本来就是有一个见识安生 逢法立生的宗旨 所以上人上白云老禅师派我来这里 我就秉持这两个宗旨一步一脚印的走下去 也感恩十方善性的护持 阿弥陀佛 制品法师感恩白云老禅师 派他到此管理寺院的事宜 更感谢善性大德的奉献与护持 才能够成就如此庄严的佛寺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普 高雄采访报导 高雄采访报导